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週的溫哥娃滑鞋特輯 非常感謝Nord Shere Ski 安博人 這次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想學Ski或Snowboard 該準備哪些衣服、內搭等等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Let's go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頭盔 拜託拜託拜託 我看到很多學友,我知道你經驗 超級厲害,但真的 你頭只要一不小心碰 就真的掰掰了 可以找到頭盔有這個MIPS 黃色標籤啦,甚至在這裡 就是Brain Protection System 如果有MIPS保護的話 它有最大衝擊,也可以幫你緩和 那些傷害 頭盔非常非常重要 好,我們到下一個 第二個就是Ski Goggles 不管是Cloudy、陰天或大晴天 你都會很需要,尤其是下暴雪的時候 有眼睛的保護 變成幾乎全部是All Clear 所以很適合在陰天的時候戴 所以看得到你的Reflection 這就很適合在Sunny Day的時候 大晴天就像今天超級大晴天 不管是在Sunny或是在Cloudy的話 兩種附近會對你很大的幫助 好,所以我們剛才介紹頭盔和Goggles 下一個就是Base Layer Ice Breaker的Merino Body Fit Condition 它以數字來看 所以建議的話Base Layer可以選上衣 當然要賣褲子 像這樣子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有Cotton 它的Base Layer 重點就是說是要讓你Keep it Dry 價錢我知道有一點高 但我覺得很棒很推 那就是Ice Breaker的Merino 那我們下一個就介紹這個Mint Layer 這比較Option 其實你怕冷的話 North Face 白臉的Thermobile Jacket 還不錯,而且滿溫暖的 所以就很適合如果你在暴雪的時候 哇啊,它是這樣子 下一個襪子 拜託不要穿短襪 它有很多種牌子 但是我個人推薦也是 我現在穿的是這個Descent GFX Compression Hybrid ELOX Wall 為什麼呢? 因為有壓力襪 布置讓你滑雪可以更舒服 而且你的腳也需要保暖 我就說如果你買Ski Boots的話 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穿個滑雪襪 它其實只有分兩種有Shell 就是殼的而已 或者是Insulated 就是有保暖的 像這個有Black Diamond 只要是有Gortex的標誌 那就是防水 你摔倒不管是Ski Snowball 你這樣屁股才不會死 就像我剛才講的 Ice Breaker的Base Layer 褲子加上這個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好,下一個就介紹外套 它分兩種 就像我剛才介紹的褲子一樣 就是有Shell的 像這是北點的Steep Series 有指示殼 或者是Nagonia 這個Insulated 就是保暖的 所以怕冷的話 可以選Insulated 如果是行動器很高的話 就會選Shell 這個Insulated 就是褲子 真的是很溫暖 給大家示範一下 穿起來的感覺 如何 超級 超級保暖 然後這個是北點的Steep Series 可以注意到它都是可以 就真的一層很薄 這個就是Ski Jacket外套介紹 所以下一個手套 如果滑雪第一新手 你手第一時間會撐下去 整個手都是冰冷的 你要是帶那些普通的手套 毛濃濃的毛套的話 很不舒服 所以它賣兩種 就是Mitten 或者是Gloves 看你啦 通常Mitten是比較溫暖 因為你手指全部包起來 中文就說一定要Vortex 所以看一下它這裡啊 就會寫Vortex 防水 很推薦個人使用的Hestory 很適合Ski 再用 Vscar 非常重要 可以這樣套上去 要滑雪 需要用手機什麼的話 然後你每次手套拔下來 它就不會掉下去了 其實最後 這是一個另外的Accessory Rail Carver 這個其實是很像那種歹徒的頭套 你這樣一看 這個包起來只有露眼睛 它就是其實讓你戴頭套的時候 可以吸汗 又keep you dry 然後可以保容 真的你一頭套一滑雪 整個冒汗怕你會感冒 所以蠻推薦這個Bell Carver 可以的話 盡量買一個 好 目前這樣啊 這週的溫口滑雪特輯 就是說你Ski & Slowboard What to wear 希望這個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當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以下留言 這次超級感謝NormalSure Ski & Board 有這次機會 大家歡迎來到這家 因為真的服務超級好 尤其BooFeed的人 非常非常專業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留言 所以你們可以開啟那個小鈴鐺 以第一時間收到我的影片 那我們大家下次見啦 Bye 打開啟一個小鈴鐺 不喜歡這個影片 如果不喜歡這個影片ки 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家再次評判一下 我們下次見啦